敬爱的师尊佛安 唯士论中说到八识 一个是眼识 耳识 笔识 蛇识 身识 义识 莫拉识 阿赖亚识 在八识中 现代人说 人的第六感 义感 会是哪一个意识的作用 另外现代人说的 潜意识 偏好或倾向 会是哪个意识的作用呢 或是意识之间的交互作用 所谓的第六感 义感 眼 耳 笔 舌 身 义 莫拉识 应该讲起来阿赖亚 第六感 既我所知道的 我的想法 我再问一下姚之经 应该是莫拉识 应该是莫拉识 莫拉识 跟我所想的一样 是眼 耳 笔 舌 身 义 的中和 叫做义根 就是莫拉识 莫拉识就是义根 那么第六感 是属于莫拉识 是属于莫拉识 现在的讲者 潜意识 偏好或是倾向 会是哪个意识的作用呢 或是意识之间的交互作用 如果是潜意识 我们称为 我们讲义识 很多是表面上的 表面上的就不是潜意识 眼 耳 笔 舌 身 义 眼 耳 笔 舌 身 义 这六识 全部都是属于表面上的意识 那么莫拉识 就是属于更深层的意识 更深层的意识 所以潜意识 也就是第六感 潜意识 也就等于第六感 潜意识就等于第六感 那么阿赖亚识 就是可以讲是无后事 无后事 就是没有误会的 没有误扣的 是本事 就是里面包含的 清净事 清净事 无后事 无后事跟清净事 那么所谓的潜意识 跟第六感 两个都是莫拉识 都是莫拉识 那你刚刚讲的 是不是意识之间的交互作用 也是的 也一样的 也一样是交互作用 因为所有的潜意识 也是因为你的表面意识 都是牵连的 都是互相牵连的交互作用 你眼睛看到的 耳朵听到的 鼻子嗅到的 舌的 味洁的 身体的碰触 跟你的意念 综合起来 就是莫拉识 也就是潜意识 也就是第六感 这一感 可以讲是交互作用 可以讲是交互作用 但是在佛法的研究里面 到最后的阿赖亚识 叫阿赖亚中 就叫如来识 阿赖亚中 常如来 就是如来常识 佛性 就是在最深的意识里面 的阿赖亚识 最细的意识里面 最深又最细的意识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